闺蜜湖是个海洋 世人都藏在水里 灵魂们都是一条鱼 也会从 想唱到哪儿 这样唱这么低 有点无聊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日谈公园 我是李叔 我是小伙子 咱们今天那个嘉宾厉害了 厉害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今天先透露一下 来的是两位嘉宾 然后他们是两位音乐人 然后他们最近呢 刚刚在一个应该在说 华语地区非常有公信的一个奖项 叫金曲奖 台湾金曲奖 一下拿到了三项提名 这个事儿我觉得非常厉害 因为在内地的歌手 这种经历还是比较少的 另外一个非常厉害的点 就在于他们呢 是一对男女组合 男女组合这个搭配 在我印象中好像也很少见 在中国大陆地区吧 你家港台地区 有什么男女组合吗 港台地区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棉花糖 棉花糖 对吧棉花糖 然后咱们大陆地区 其实我大家可能知道的就会 也就是扭打咖啡 哎呦不好意思 我想到的全是什么 冯小泉封格格 人静覆迪生 王杰实谢丽丝 稍微老了一点 来欢迎一下Mr.Miss 哈喽大家好 这很不齐 为什么发现 来个齐的 一二三 大家好 我们是Mr.Miss 完了 看出来了 我记得之前那留言 好像提过说 很喜欢后杀呀 我觉得在这件事上 你们跟他们差不多 他们也不齐 说别不齐 我们听到了 我们听到这 我们就想 我们这次一定要齐的 你要跟别人不一样 结果向后杀致敬了 对 好吧 那行 前段时间 因为草台回生 这个就是总经理 葛飞 跟我会好的朋友 后来 我们俩最近 也正好在聊一些 合作的事 他就说 我们家Mr.Miss 刚得奖了 这也太牛了 过来聊一期呗 整得我们像是 走后门 才跟我来 不是整得像 是旧事 但是 首先还是要先恭喜一下 对 谢谢 谢谢 然后也非常希望 你们最后这个 你们这三个提名 是一个最佳组合 还有一个最佳制作人 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最佳新人 最佳新人 对 新人讲 只要拿一次 对对对 要把握这个机会 最佳组合讲 以后还有机会 对啊 我们最希望得的 应该也是 什么呀 你应该最希望得 最佳制作人 对 那是我单班的 想撇开我自己 上来发言 一上来就出现分歧了 对对对 他们的 我觉得就是 是不是那个 如果你自己拿了奖 奖金就自己拿了 还有奖金 没有奖金吗 我不知道 没想着 别提醒他 真不知道 进取讲有没有奖金 至少奖杯可以 奖杯可以 对对对 对 然后呢 其实我跟Mr.Miss 很早之前 就有一些渊源 你跟他们 还有什么渊源 那当然还有了 先说一下 我们第一次见面 应该是在 两三年前 当时是这个月童 就是小韩那边 他们做了一个 叫什么 他们跟极客公园 合作了一个 叫什么 互联网 相亲大会 一个活动 在DDC 就是那个 黄红黎明基督部 做的 然后呢 他们就是 也没预算嘛 所以就找了一些 这个不用花钱的 音乐人 和不用花钱的主持人 那天就是我主持的 然后我们 是那些不用花钱的 因为我们跟 郭小韩老师 那个也是很好的朋友 是吧 好多年前就认识 就去演过 他很多不要钱的演出 所以那场 那场真没给钱啊 我忘了 那场有没有 过多或少 但是给他演 不要钱的演出 是长事 反正没给我钱 到那天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到 Mr.Miss 我说 这个不和挺好的啊 然后结束之后 我说 我得过来加个微信 我就一把抓住留恋 我说 其实我也是 这个行业中人 我自己做的一个产品 就投过和演出 他们有机会多合作 然后杜凯就冲过来 说你加我微信吧 到现在 我都只有杜凯微信吧 他没有留恋的微信 还有这事 你还会这样吗 那个时候 咱们不是还没签公司吗 你就承担起来 我是经纪人 我是民办的经纪人 的确是 因为社会上坏人多 而且有的人一看起来 就不像什么好人 而且听说是音乐 摇滚 更不像好人 绝对不像好人 然后那之后 其实找你们 得翻挑一次我们的活动 当时我们是做了一个 叫两个女朋友的一个专场 因为当时我在Poco 一边做APP 一边做演出 Poco现场系列 有一个叫两个女朋友的一个 当时叫拉拉专场 因为我们当时跟一个 乐度的一个APP 两家公司一起合作的 然后本来也是找了一些乐队 一开始找了你们乐队 但后来好像因为是时间档期 不太方便 没能参与 挺可惜的 但是后来我告诉你这个结果 你没来也对了 演出提前一天被叫停了 被停了 因为当时好像是APAC期间 然后再加上我们一个主题 是不是又有点 这个是吧 反正就被叫停了 所以其实当时就分你们来 来不了 不过挺好的 这种不要钱演出 尽量少点 给钱 这正式也卖票的 你那票能给多少钱 200块钱不过打车 他们的时候也不值钱 没有 实话 好心酸 这节目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进去讲 反正来我们这儿录节目 是不给钱 然后除了这份 还有一个交集 是什么呢 我过去杜凯都忘了 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 叫巴蒂 他是一个漫画家 然后他那时候 有个朋友叫结婚 然后呢 说想找音乐人来婚礼 去做一个表演 后来我就推荐了杜凯 就显得我们特别心酸 进阶老底 跑堂会 对 后来你们好像是演了 我印象中 对 有可能 反正这种事都是喜事 对 是事 他们结婚 你们拿钱 对啊 都是喜事 你看他都不怎么接话 就其实吧 其实可能心里已经想 是有什么回事 但是我是不是要承认 这件事 这有什么呢 想当年汪峰还买我大口蝶呢 就是在那个时候 那像 应该是 像我们刚毕业 然后留恋还有一份工作 我那时候没工作 那有婚礼找你们唱歌 这是一个承认 起码承认你是唱歌的 我觉得结婚那两位 现在肯定都乐乎 没死了 对 对于未来 如果你经常再拿个奖什么呢 对 肯定要指着那个什么 手机屏幕说 这这这 是吧 希望他们现在还在一起吧 回头问很巴黎 总之是有很多的缘缘 所以今天你们过来 我觉得一半是走后门 一半也是我对你们 还是挺有兴趣的 主要是终于可以有机会 面对面找他要微信了 你敢拦着我试试 现在就行 现在就行 你把二买打 我也扫一下 好好说好说好说 因为这次做节目之前 我也去盘了盘他们的老底 因为我比较了解的 还是这一部分的音乐作品 特别是今年刚发表的当新专辑 后来我就上网也发现 跟杜凯在所谓的渊源 有可能比较更早 是的 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 我在一场民公司上班 做企划 然后当时我们公司 应该是成立之后 发的第二张专辑 叫《卫明湖是个海洋》 他是北大校园民谣的 一个相当于20周年的 那么一个合集 然后找了很多的 北大毕业的 或者在北大功夫过的 老中青三代艺人 据说岁数最大的 已经50多了 然后年龄最小的 可能就是你了吧 当时就是我 那时候你的上大几 大三 他那叫 从1985年到2005年 2005年 然后我正好是三年级 三年级 对 然后那张专辑里边 我看了一下 有一首歌叫《糖》 对对对 《蜜糖的糖》 哎呦 那时候还是 有点羞耻了 中二 中二时期 对中二时期 那歌现在你们还唱吗 当那场演完了 再没唱过 大家看不到 现在脸上泛进了 当成黑历史了 已经 对啊 不想承认 但还行 我今天在家听了一上午 就那张合集 应该说歌曲 有点分析不齐 但是至少一半也上 我觉得都是 都是佳作吧 你那时候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算佳作吗 这种 就起码现在听着 还不算 妥 不妥不妥不妥 就是挺 我听着是挺妥的 不用客气 但毕竟那时候还小嘛 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是 为什么会找到你 去参与这个音乐合集 那个时候 这个应该是一个 有争选吧 有争选 他们这个 等于是 可能是徐晓峰老师的 一个 他跟北大的 艺术学院的 一个 他们叫什么 一个专业的一个班吧 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等于同学成为志愿者 然后来争选 然后我在大学里 那时候我还很低调 我也不知道 是谁个推荐的 还怎么着的 然后就要demo 然后那时候 我就是刚写歌 也没几年 就就交了一部分 然后选 他们选上了这个 但是也没有觉得 自己这个作品 有多好 就是一个 当然就是很 很简单的一个小demo 就那样子 就拿录音机直接录的 差不多吧 那时候那叫什么 Windows 95 然后就聊QQ 那个电容话筒 5块钱 就那个 就那样 Windows 98 还是95 完了 那时候的那个 录音软件叫什么呀 N-Track Studio 我都没用过 上古人 上古神器 对 一轨吉他 一轨唱 然后就配两轨和声 但那么一个 对 就关于你怎么加入这个东西 我自己听说过两个版本 是吗 第一个版本呢 是我有一个朋友 我们叫他敢叔 然后他还有陈敢 他当时是这张上片的 一个总统筹吧 对对对 然后呢 我跟他 我跟他说了一下 我说 杜凯你认识吗 杜凯 他说我发现出来的 甭感是不是先捞的 自己先上再说 不是 他是不是他听你demo挑出来的 然后还有一个版本呢 是当时你们的专辑里边 其实有很多的牛人在里边 除了这个著名的 北大这个音乐才子 许秋汉 许秋汉 之外 还有一些神人 比如说徐小平 徐小平 真格基金的徐小平 徐小平老师 再比如说陈永海 到现在是一个科学家 对对对 比如说池永强 对对对 现在是这个毛的老板 老板 再比如说这个廖民 对 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 一个民谣歌手 现在好像是到 到什么 上海 中央 中央的一个财政局的局长 对对对 像政局级带长 对 特别大官 别让他吓人 等他 各个领域的牛人 估计现在没有人敢让他等了 对对对 因为他当时在非常出名的 校园命谣一 就是有那个流浪歌手的青人 同时让你让喝几个本 由于他一声 他叫等人就像在喝酒 就是廖民 这应该是这个 现在酒可能也不敢喝 白想规定之后 我这聊着觉得 跟你们不是一年 对 聊出带过来了 然后陈永海 当时是2006年的时候 写了一个博客 就回忆了一下 2006年写的 对 回忆了一下 当时这个专辑的读之过程 他就提到杜凯这个人 说杜凯的糖 很甜很甜 唱得好 配气也好听 后来我们就录 那个许秋汉的《冰湖说个海洋》 杜凯完全成了主角 主声和声 男女和声 经常一唱就过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嗓子好的人多的是 但是能够编和声唱和声 就像盖楼一样 落个五六层 那就不是一般人了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唐人杜凯 唐人杜凯 变成了那个Sugarman 唐人杜凯 渐渐的形象高大了起来 这时候有人告诉我 说杜凯是和声团的 然后许秋汉特别得意的说 我老婆招进来的 大家都争执药 他老婆就说叫刘丽敏 是当时的夫人 这个也祝福他们 然后他说当时是 他每一届都会招一两个 就是唱得好 而且能编和声的 这是你必贵的 不知道 做音乐都会感觉到这一点 就是唱得好 其实挺多的 但是能干活的人不多 编和声做编曲 这是干活的人 这很重要的 很需要的 不是一样的思路 好像匠人 所以我觉得 你先不可以透露一下 你这个考北大加了多少分 当然真的 就是那个老师 他是招办的 他是第一个给我打电话 说我们那个填保志愿 那个前后 我都忘 就是说北大可以要你 你抱吧 就是那个老师 累定 不是累定 就是那个成绩已经出来 因为每年情况不一样 是先考 是先出分 是先出分 后报 对 我都忘了当时怎么情况 反正给我联系的 北大方面的就是那个老师 就是他 然后是真的是他招进来的 他就是招生办公室上班的老师 然后那个 属于那个当时 那张专辑录的过程中 我是真正的小子辈 还在笑声 好那几位人都 已经是上班多少年了 在各自行业的精英了 他们都是六几年 对 就是 不管是在当时 他们的社会身份 还是说在张专辑当中的 他们那个歌曲的分量 他们都是真正的前辈 对 那我当时呢 就是要学习 好好学 我等于连 我等于连北大是怎么回事 我都没搞清楚 大散没搞清楚 对 真的没太搞 就是 就是交际也很少嘛 在学校里 就闷着整天的 我等于 对呀 搞创作 我觉得我在学校 我进学校的时候 你已经在学校叱咤 你进学校的时候 又过了好多年了 我当时 对 你们俩不是差七岁吗 差六岁 对 六岁 那你进学校 他早就毕业了 没有 他还在学校混了 哦 称霸北大乐团 对 校园老炮 就是说 所以我很谦虚 在各个老师面前 很谦虚 而且他们其实教会我 北大是什么样 从跟他们共事那段时间 就每天去那边聊啊 但是因为 他们已经离开音乐 这个事很久了 因为不做这个工作 只是说在学校期间 创作那些作品非常好 然后现在再回来录 我是当时就是 特别爱好这个事 所以我会比较 那个想做这个工作 然后想借这个事情 这个录音的流程 什么各个方面 多一些参与 让自己能够 看以后有没有办法 开始这项工作呀 就出于这个考虑 也就是当时 除了你录自己那首歌之外 其他的跟你没关系的事 其实你也参与了一些 参与了还挺多的 还挺多的 包括那个 后来那张专辑 请的你们的创萌方面 请的制作人 也一直成了好朋友 到今天的好朋友 官委跟清水员 对他们算是我的一个 职业上的领路人 他们给了我最早的一个 就是这个行业 要做什么一个初步的概念 然后当时他们让我进入了 这整个制作的一部分当中 包括后来现场 我也是和声队的 帮着一起编 什么的那样子 你别害怕 说点坏话也没事 这个真的是没得说 是很愉快的过程 很愉快的过程 如果说没有这件事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 我们之后的Mr.Miss 不可能有 刚才我就想说 因为当时那样唱片出的时候 我感觉更像是这帮北大的 真正的老炮们 看不到都毕业二三十年的 这帮成名成外的 当年搞过音乐的 过来玩玩票 然后给自己圆个梦 对 差不多就是这样 这种感觉 其实就是你可以说 是一帮土豪们的一次 是这样 娱乐 对 徐小平这帮人 他根本花不了什么钱 什么就是说 自己录一张专辑 然后满足一下自己 对于自己青春时期的 财情的一个记忆 然后我以为这个事情 结束了就结束了 没想到还埋下了很多的种子 然后你就集中了一个种子 对 变成今天的mixer meet 这个渊源 我想起来觉得还是挺奇妙的 是啊 对 然后今天就是在查这个专辑的资料过程中 我今天上网也把这张 就是二十年合计听了很多遍 其实对里边很多的事还挺好奇的 对 正好今天那个 你在这边 我还想问一下 因为那时候 就是整个这个东西的发起者 其实主要是 我们当时创萌的老板 徐小峰 徐小平 对 徐秋汉 三许 三许 然后徐秋汉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聊到 下面在博物八字当主编 那时候就十年 十二年前了 十五年的徐秋汉 对 他那时候什么样的状态 他那个时候 我们在一块的时候 不聊这些个社会身份 因为我们也都是师兄师弟 你挤挤挤挤 我挤挤挤挤 然后大家都在问他那个歌 那个卫明湖是个海洋 大家就围着他问 这个诗人为什么藏在水底 这歌词 就是这种事 然后 但是我还忘了他怎么解释的 其实就是因为那几年 跳糊子是比较多 对 有挺 不是真的 真的是因为这个 对 你看 他都是对了 我就当时记得印象特别深 有几个朋友围着他问 说这个 他有一句歌词叫 灵魂们 都是一条鱼 对 说这是不是一个病剧 灵魂闷闷 闷为什么是一条鱼 然后他就 他就说 是个病剧 但是你要从什么佛家的 什么讲的话 就能丢回来 就是生 对 对 闲聊 聊闲片 怎么就一直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我也并不是很了解 他的这个 当时的职业状况 什么的 但是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 还保有这个对音乐的这个喜爱 但是同时又 又要 要进入自己现在的一个职业 他靠自己创作的这些个 这种热情和情怀 在支撑他自己现在的工作吧 他一直是这么一个状态 就 我之后 很多年之后 再过了十年 是十年吗 再过了十年之后 对 然后再去跟 也是又 这群人又传在一起 然后又搞一演出 是吗 那年的事 这是前年吧 前年 因为在05年的时候 是属于叫20周年 对对 15年的时候 就是30周年了 30周年那时候 把我徐秋汉老师 他们就都回来了 又弄了一遍 在北大 在北大里 搞了一个音乐节 对 还去各地也都演了一下 还巡演了一下 还巡演了一下 这个错过 你也参加了 对 然后我就提出来 我说 本来是让我去再唱那个糖 那个多羞耻了 是 糖 糖人都敢 就是说已经是 前年等于是 Mr.Miss 已经做了那么五六年了 我就提出来 能不能把我的这个东西 替换成我们Mr.Miss 组合的 然后就干脆就是 徐秋风老师 照顾了一下 直接把那糖给剃了 就30年版的这个糖那个歌 就没有再要 换成了我们组合的歌 那等于说 你没有重新录音了是吗 对 那就为了那张 那个合集 加紧录了一首歌 那合集出了 发了吗 那个好像没发 就属于那种 往上没有 内部发行吧 内部发行 做了专辑 然后就实体的 那所有的歌 全是重新录制了是吗 新录新唱 前20年 就是那个 之前说的这个2005年 这个有20首歌 对 那20首歌 有19首都保留了 有一个糖被删除 被换成我们的 然后又添了10首歌 后来这10年的 等于说就加录了10首 加录了10首 对 换了一首 对换了一首 就这次演出的时候 你就看着那些 就是之前那一首歌 就已经都是叔叔伴了 是 你就发现 真是你叔 对 他们走出那个场地之后 是什么样子 你真的不知道 千几百怪 然后一进来之后 就一到那个场合之下 就每个人的年龄 就 就模糊掉了 那个年龄界线模糊掉了 就好像每个人都回到 他最开始写这个歌的时候的 那个 那个年代 那个年龄的那种状态 就特别 神采飞扬 宛若少年 对对 然后一出去可能就 那个 又回 我们要跟各种人握手 对 这是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那个 这是信服展示 说许修 说许修案的 说自己单位领导 对 这个领导 像一个老官僚 对 打着关枪 对 所以我其实是觉得挺厉害的 这帮人 就在学校的时候 肯定都是北大才子 特别狂傲 对不羁的那一种 然后工作之后 现在其实二三十年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都快退休了 但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 能够就是在社会上达到他的那个目标 同时要保有那些那一份最原始的东西 对 就包括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陈永海 陈永海 陈永老师他本身他的职业是社科院的一个教授 是吧 对 播导 对 我看一下 他是什么 对 中科院 中科院半导体所 半导体材料 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反正是个真科学家 这个是社会前沿的最前沿的科学 半导体 对 而且但是他同时音乐这块也没闲着 就窦维 之前出一张正题叫深水清净图 他里边还没谈极的 还没跟窦维合作 太好 对 作为一个科学家 而且他 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 就小小的火了一下 就是他自己 就瞎唱了一版将近久 对 相对于是把李白的江近久 自己谱了个曲子 然后呢 就是弹唱了一版 特别糙的一个录音 就被传到网上 现在在网易云有三千多评论 特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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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我看了 他在网易云一共只有三首歌 一首歌是1995年的 那种北大线文合集 就没有围墙的校园 里边一首歌叫废墟 然后一首歌就是2005年 2005年 在那个 卫明和之海洋里边那首歌叫张牧生 然后一个就是江近久 一共就三首歌 其实呢 陈永海老师的作品特别多 真的呀 对 就是这些年 就像刚才念的那个 他不是写了一个播客 当年2005年 认识了唐人巨大了什么的 后来就这些年 他一直在创作 就一直干着自己那个半导体 一边创作 像前一段时间 我们经常有时候就去他那个 社科院 中科院的那个 中科院 他那个办公室去玩 办公室 他那个办公室好家伙 就是那个乐器什么就在搁的 就那样子 你无法想象那是一个什么博导的办公室 然后他就拿起来那个吉他 就拿出来特别厚的一夹子 就那个全是歌词和和弦 就成一夹子 你就觉得那应该是那种 那个后海跑场 跑好多年才能跑那么一大夹 但是呢 他那是全是写自己写的歌 一夹子都是自己写的歌 然后咔咔咔咔 连续地给我们唱一晚上 就那样子 我天 那他如果给他发掘出来 我觉得会有一点像 头上年就是杨乐 跟着那个老崔 上那个松诗节目那种感觉 肯定是所有人都惊了那种 对 我相信他有很多不错的作品 因为他在博客里边还写到 他就说这个 张沐生这首歌吧 不是我挑出来的 我有个失利叫陈感 陈感 都是他 他非要选这首歌 他选中这首歌的叙事的这个价值 虽然这首歌 他没什么商业性 但是呢 作为一个画石标本拿出来 那就摆一摆吧 然后呢 后来一开始 他本来是找一些专业的乐手 给他弹唱 但他自己跟那个拍不老合不上 后来许秀汉跟我说 你自己弹唱吧 他说哎呀 我这个他这么操 拿点鹿 然后邱汉和陈感 一口同声的说 要好就是这个操劲 还真是这样 他就很传奇的那种 对 那这种很典型的 你就觉得这是一个 大师的译文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这真是大师范 然后最后他就自己录了好几版 然后最后 他们选了一个废操的版本 对对对对 然后他最后说了一句说 那你麻烦追求完美的陈感 去痛苦的抉择吧 然后感谢陈感 选了这个难听的张牧生 其实我有别的好听的歌 非常的不甘心 他就是谈论他的作品的时候 你觉得他不太像那个 理科的博士什么 对对对 真的是那种充满人文的情怀的一个 批判思想的一个 一个很独立的艺术家的那个感觉 对对 其实当时我记得 就是我也提到 你们还有一个师兄叫赤永强 之前一个牌坊的时候 提到一个话 就是说北大民谣 跟清华的民谣的区别 对他就说这个 其实特简单 就是清华没姑娘 那样哥们就成天想着谈恋爱 就写的全是高尔松那种 风华曲的骚容 因为我们北大人不圈妞啊 所以我们就开始关心家国天下 基本需求满足了 然后高层了 就是这个路 你自己怎么 那对 你们俩觉得呢 他这个 大池师兄 他这个有点调侃 但我们没太赶上 就是两边都那么丰富的那个年代 像我们在校的时候 我感觉清华没什么动静啊 对对 像他们之前那个高尔松老师 包括水木年华 都比我们要大好几届 比我也大好几届 比他大更多 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就是说刚才说到那个 北大这张专辑 2005年出了一版 2015年又出一版 当然2015年那时候 就是有前面二十首歌 后又天使首 然后它就存在一个 我们要做一个重新的母带处理 因为这个 做音乐 你就知道 就是说他生都不一样大呀 是吧 隔了好几年 你把它弄弄吧 弄的这个过程 我就去了 就等于是 就是帮着一起去参谋呀 去监 然后就有这个机会 就从北大的八几年 一直到15年的作品 都串着听了一遍 就本来我很少自己有这个心情 再去那么再听一遍 但当时借着这个工作 就哎 有了一个特别奇妙的一个一个历程 就感觉就这个跟着时间呀 这么过来 就就有了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北大的 我们学校的这个创作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味道 就有了一个 当时有了一个感觉 你现在感觉 比如说新的这个歌 和原来那些歌的区别在哪呢 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区别 肯定有区别区别 比如说从题材上 或者演唱或者配契什么的 对 你觉得哪方面是最大区别 区别呢 其实更多是时代带来的 它有可能的 也不是这个学校带来的 它是这个 你甭管在哪 它都会有的那些区别 包括是整个时代的主题不同了 像像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跟刚刚结束上一段历史时期 还在启蒙当中啊 大家想的那些事情 然后到后来的 就每个年代的那种不同 很明显 很明显那种不同 然后大家关注了地方的不同 还有大家见识的不同 就那个时候的音乐的信息有多少 现在有多少就差很远了 但是它就很奇特的是 它有些共性 我当时那天啊 就是那个兼那个后期的时候 特别感情特别复杂 觉得有一些优点 也有一些缺点 当然有了那么一个认识 具体说是吧 优点呢 可能有很多趣味上的共通 像我们这个 Mr.Miss后来这些创作这张专辑 这个先生小姐 有一些这个 我们会比较喜欢写一些歌词上的 做一些歌词上的一种品味的选择 比如说我们要讨论一些事情 想把我们要传递的这个观点说清楚 然后它就有点像在吐槽 然后就好像这个歌像吐槽歌一样 比如说我们专辑里什么拖延症的歌啊 还有什么一些什么男女关系 其实是家长里短的事 没有什么家国情怀 但是我们不想去用一些特别诗意的东西去包裹它 让它去模糊化 模糊化 像比较直给的吐槽 直给的吐槽 像这一类歌呢 在北大特别多 从八十年代就有 从徐秋汉那时候他就写这种歌 有一些 徐小平那时候 其实我正要说 跟你们的这个气质上啊 一脉形成 你们最像的 就是徐小平的星期天 星期天 对了 那首歌真的是 我给你唱一下 来来来 你想想就是一种徐小平那个沙哑的 那个桑 你现在形象的那有点像 你只要换上一身不合体的西装 就更像 然后记得05年 他们那台上 这个人整个人还是边唱边跳 他特别喜欢跳 到处都在跳 扭着唱 今天又是星期天 星期天 热热闹闹是小园 是小园 这不就毕竹歌 哎呀 不堪入目 而且那个什么 还有句什么 什么 情侣都在谈恋爱 而且kiss 还做一个新东方的 很羡慕 很羡慕 而且kiss 那个口语 还一样的口语 成心的 就他每次唱到这下面就一片爆笑 对对对 中国合伙人 对对对对 这个什么 就是你就看到 那张专辑里面有比我们小的 有比留恋还小的人 他也写这种歌 跟徐小平的趣味很像 就是我们 就是真的 然后就是每个年代都有这种音乐 那你觉得这个能代表你们北大的学生来创作的一种习惯吗 有可能是一个互相的影响 我觉得还是分两波 有一波也是那种 就是 就诗人的那种自居的这种身份 就是 这是另外一波 然后还有一波就是我们这种 就是 就特别比较直给 然后生活向 吐槽向 对生活向的 另外一波就是那种 文人 文人感觉自己给自己的文人戏码特别多的那种 就是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呃 大家在创作这些东西说 内心是还是很真诚的 就是他并不觉得那个 那个诗意是在装 装点自己 嗯 就是像许秋汉他写那个 魏名胡适海洋是很诗意的东西 对 但是他每一句里面 他的感情是非常真诚的 他并不是一个编了一堆漂亮词 死老被堆砌 对 不是说说漂亮话的 但而且他同时又写 但是有一首歌叫长家 那个也在那个2005年 那个 对 也是很诗意的 但是他背后要表达的事情非常具体 对 包括他在那个 没有文章校里面说 歌叫365天安全行程 无事故 对对对 对 那个歌的整个的路数 其实跟长家是非常类似的 是是是是 呃 我觉得 呃 我们的创作呀 就是现在 包括得到什么金曲奖的一些肯定啊 但是我觉得 呃 其实我们受当时那个 我们学校的这个教育和大家这种氛围 呃 很多这种精神的一个传承吧 呃 呃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对对 传承的好不好是单说的 确实是在传承 对 就是 传承了徐小平的 星际天的 但是但是但是 但是有说 但是这一句 薛小平他本身 并不是北大的学生 哎 他当时是北大的音乐教教师吧 叫叫 对 教公啊 教公啊 他一 softly 因为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 啊 对 他学着作曲系 对呀 对呀 就就 真假的东西 啊 他那歌其实挺挺好 这歌挺牛逼的 他只唱是 对 是陕北民歌的改编的民谣啊 我把你唱了就 别再唱了 我求你了 我求你不要再唱了 辣耳朵 真的 其实因为很多 就是如果是大众 对于这种校音乐的认识 绝大部分都是跟清华有关系的 清华有宋柯 从那时候高岛松心目中的校园 麦吧 草坪麦吧 一哥到高岛松 到李健 水平江华 陆公薛他们这些人 对于北大的音乐 普贝大众可能一首歌都不知道 然后听说过的话 可能就知道一个许秋汉 暂往后数就不知道 但其实因为我之前跟许志远也聊过 也是什么许家人 我觉得许志远 虽然他不写歌不唱歌 但是他对于北大的这种 人文情怀的那种坚持 甚至是偏执 我觉得非常能代表北大的一种精神 我不说这精神是好或者不好 因为前段时间我也看他去录 那个十三腰嘛 他跟一些这种不同领域的人 比如说像金城志 金城志也是我们日常公司的主播 包括像蔡兰 他都在努力的用他自己那一套逻辑 跟人家去聊这个社会责任 下过天下 对就是说我觉得你 欺笑弄骂的这个表象背后 一定藏着 对非常沉重的一个内心表达 蔡兰说我没有啊 我就是这些东西 我就是喜欢吃吃而已啊 这是个美女啊 像蔡兰的路子 然后那个也飞成许志远 许志远就很愤怒 是是是 你为什么不思考 你为什么不沉重 就这种感觉 但是许志远这个 如果说拿来说我们的话 是很对的 也是 就是你的愤怒 我们受这个北大的这个影响 就虽然是做了一个嘻嘻哈哈的专辑 就里面说家常里短什么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基于一个认识啊 就是希望能够尽一份社会责任感的 就是说我们想在这个华语乐坛里面 虽然我们影响还不够 我们刚刚开始起步 但是我们希望让这个整个的音乐的市场变得更加的丰富 我们不想去重复别人的成功案例 什么歌活我们写什么的 我们希望有一个让大家听到更多的声音啊 就是真诚的来对待这个创作 是把这事当成一个一个大的事 而不是一个自己捞钱的事 所以这个是很受我们这些师兄师姐的这个影响的 因为一起聊天聊的都是这个 就就就你旁人看觉得有点怪 就真的满脑都想 就咱得为这个为中国的做点贡献 都这路了 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习惯了 对就是我我之前节目说过就屠龙之计嘛 成天想着我要做国家动物 其实在我看来 其实北大的学生有一点贡献 就是他们 就你们啊 对自己学校本身的这种文化都是很认可的 其实基本上是以学校这种文化为荣的 你们会觉得我是一个北大人 我出来我实际上有北大这种气质 是一个很露脸的事 你会这样想吧 这个一聊起来就是稍稍有点复杂 因为北大的这个这个文化里面 它还包含着一些个批判的东西 甚至是批判自己 所以经常有的时候 我们认同北大的方式是我们批评北大 经常是这样 经常是这样 然后然后看起来我们还 还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北大的一些人 互相之间还瞧不起 有有这种 就鄙视恋还挺起来 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但是这可能是一个 您说的这个认同的方式 他正式继承了北大自己的这种 有的时候骂北大最狠的是北大人自己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对很好的一种文化 因为就是有换了不同的校长 什么各种 是是是 但是当时就说到说 我其实也感受到了些许的小的缺点了 就是这种传统里面 就是也是我觉得要谨慎的一点 就是稍微的会会容易有一点骄傲 就是对这个北大的这个 可不是有一点 你们北大人我还是挺了解的 傲气很重 对啊 对啊 就是但是 但我觉得骄傲不是坏事 我不认为骄傲是坏事 那你得控制 你得控制 你不能对自己 就是有的时候人骄傲多了 你会对自己误判的 你对自己误判 你自己原来有多少 你会想着更大 那真的会出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客观的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的 当然其实出了问题才会认识到 如果没有出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得光去想 还是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大问题 如果出了问题之后 摔了跟头之后 你自己回头再看才知道有问题 尽量别摔 我还是觉得北大还是比较封闭的 自己的这种圈子 肯定很强 对 这也是骄傲的一个表现 往外面就是 他不顾及别人怎么看他 然后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 这也是为什么 清华的音乐的那个普及性 可能比北大人要 有道理 要更广一些 就是 他不就在意市场 对 然后就是北大人 我不知道是他根本就觉得 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要让你们 对 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个想法 他甚至觉得大家都懂我了 是对我的一个 侮辱 对 说明我不够牛逼 对 对 就是 你其实跟我对话的资格还没有到 对 这种骄傲 其实我们 我是觉得 我们从事这个行业了 特别需要警惕这一点 独立 有独立认识 独立的人格 有批判 这是正确的 但是 把自己看得过高 我真的不觉得是一个好事 我这忍不住 要表扬都看一句 你是我认识的北大人 你最不像北大人 不得不说 我对北大的毕业生 兜兜兜兜 有点小偏见 感受在听 主要是因为认识一些朋友 来唱歌吧 来 来说星期天 可以 来给我伴奏 我给你伴奴好不好 我还给你伴奏 来来来 把琴拿过来 咱们来首歌 好的 今天就不插歌 直接现场来 直接来 他们都属于那种 就是跟别人一起KTV 等一下 我带琴来了 等我调一下弦 这种 来 咱们杜凯去调一下弦 好 杜凯哪人 山东 怪不得呢 你跟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 叫格子 天哪 说话一模一样 长得也很像 那个什么 人民日报 侠客岛的那个 对 那我就是围方的 要不然我说一模一样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 来 咱们一会 用山东话聊 我坐那 好 那我们这个 这个先挑好了 本来啊 我跟那个格子 那不是格子 他们是老仙 说话太像了 本来我跟杜凯说 就是咱们聊这么天 《威名是个海洋》 这歌你们俩经常唱 这么有情怀 咱们就唱歌也就挺好 结果脸上说 你不是说我们像薛小平吗 咱们就唱星期天吧 对了 强行要唱星期天 对 后来我想说 《威名是个海洋》 可能大家以后去看他们的演出 对 他们还挺经常唱的 还有机会 星期天可能就这一回 从来没唱过 从来没唱过 我们今天录音也是星期天 对 还真是 珍贵录音 所以我们一起来 唱这个星期天 然后李叔帮他们俩唱和声 三个人一起来唱 这个歌真的就没唱过 真的从来没唱过 谁没唱这歌 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真的好喜欢这个歌 真的呀 对 就是你就觉得它返谱归真 你也不知道怎么能写这段歌 是这个陕北民歌 代表唱陕北民歌的感觉 你自己陕你的 今天又是星期天 星期天 静静悄悄是校园 是校园 北京同学都回家 去团圆 虎儿黑羊 留下岸这外敌人呀 守阳我守孤单 不见老师也不见 辅导员 不想看书也不想 做誓言 跑了一袋方便面 越吃越饿 忽儿黑羊 点一只大虫酒 越臭越烦 再找一段词 再来一段 忽儿还有的大点声 对 忽儿还有大点声 这个这个 民歌那种 齐唱了 今天又是星期天 星期天 热热闹闹 是校园 是校园 到处有人谈恋爱 而且Kiss 忽儿黑羊 晚安 晚安 这春情少年 来呀嘛来 无人 不想上街 也不想 逛公园 没有友谊 更没有 恋爱谈 写了一首 朦胧诗 向谁奉献 忽儿黑羊 踏上了点 路 寻求温暖 就这样 有逼 哎呀 感觉你们这个 人设已经完全崩塌了 这天宣传这么久 悬白宣传了 这人设刚刚被了解 真实 找到真我 翻譜归真 可能大家听我们这个先生小姐 可能是最后一盘爵士转 不是不是 是这样的 我们很重视这个歌的演唱和这个歌词内容的契合 像星期田这个歌 他讲的是一个外地同学 对 外地同学 山东话的出来了 对 你不管什么话 你不能是北京话 对啊 他才是外地 他才是外地同学 是吧 他是外地的同学 所以就应该这样唱 那个原唱也是这个 这个意思 那行 感觉这个话题已经无法不愉快地进行了 说他们都想乐 失控了 失控 非常好 来了来 那个咱们接着聊 接着聊 那个 咱们刚刚聊了很多 往事 旧事 留恋也没没插上话 因为有代购 是你们的这个往事 就是我们这些 我们往事 没说他了 我都没怎么插上话 像我们 这是我们北大人 北京联合大学的 北京科技大学 简称也是北大 对 就聊了当年那些往事 讲讲国 你们小朋友就听一听 对 然后咱们接下来讲一讲 比这个要更古的事 来聊聊考古 对 因为那个留恋是北大考古系 对 你是本科 本科 没读研 没读研 然后那杜凯是历史系 对 本科研究生都是吗 历史系的本科 然后那个硕士转到了音乐史 就是在艺术学院的方向 这样啊 但是也算是历史 也算历史 对 就他那个音乐系就很 这个是空中楼阁一样的 来吐槽一下 来吐槽一下 你知道因为北大没有音乐系 也没有音乐 也没有正儿八经 教音乐方面的老师 然后他这个 他这个系就为他一个人开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当时就我一个人 他才是北大那个毕业照 只有一个人照的 是吗 我们那个专业 好几届都是只有一个人 中间断带啊 什么 就没有人给他上课 你知道吗 那你最后上课的时候有老师吗 就是我们就要上别的专业去蹭这课 那你们专业总得 这么说 我们这个专业正在建设当中 将来就是有课的 还是欢迎大家报考 对对对 不是那你们专业总得有自己 只有这个专业才有的专业课吧 有那么一两门 那谁来救呢 就是他就会招一些个别的方式 比如双学位啊 或者别的 你一块来还是一个课 我看估计是跟 估计是跟徐耀平老师学的 主要还是我们自己在做论文 当时那个硕士的时候 但是基本还是受到 这个本科的历史系那个训练 还是去做音乐的这个论文 就得亏他是一个 自觉性比较强的人 不然跟别人 给别人这身上 这三年等于没学 其实我那三年 也主要是在做我们组合 其实你们俩的专业啊 就是让我乍一听起来 我觉得都还挺有意思 因为属于那种很 很文科的文科吧 对对对对 典型的文科 没有我们是很理科的文科 考古诊 对对对 考古是比较 我们当时是有分一半呢 就四个专业 两个是文科专业 两个是理科专业 那理科专业还特别理科 因为我们是分 文科那边是田野考古 和博物馆学 然后理科这边是古建筑 和文物保护 文物保护 文物保护就是化学要非常好 然后古建筑就是物理 这些的要学 这和那个之前特别火的 那个片段 我在故宫修文物 对对对 是是是 我们我们这个专业毕业的人 就是去去故宫啊 这种地方 就是其中一个出路 当代样子雷 对对口工作 对对对 对口工作 那你这个 你们这个所谓的这个 考古系的建筑方向 毕业之后就干嘛呢 这跟正儿班 建筑系还不是一把事吧 就古建筑修复嘛 哦 对也是也是文物 我在故宫修故宫 哈哈哈哈 干这个 差不多 他们也是就是会到处考察 就是考察那个 我田野考古嘛 是去挖挖挖坟嘛 挖坟 对对对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那个古建筑系就上梁嘛 上梁 对对 也是君子 梁上 君子君子 那你学的是哪个方向 我学的是 其实是学的博物馆方向 哦 我们其实是学 其实学的很多东西是这个 就是内饰陈列 就是 就是内部怎么不展 就是他们这些 挖来的东西 粉白 对对对 那会有时候就是说 或者怎么保存啊 什么他的环境啊 温度 会会 我们像我们毕业的那个作业啊 就是让你设计一个博物馆 然后设计一个博物馆 然后你要设计内部的结构 就是怎么样 布展 然后你要用什么样的主题啊 去贯穿这个博物馆的内容啊 然后以及内部的一些 你要用什么材料啊 用什么布光啊 什么光源啊 类似于这 咱们之前跟胡克里录节目说 说说这个事 就是在博物馆里边 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摆的感觉不是那么到位 对 对 这其实就是 就比如说 比如说圆明园的兽手 大家现在拿回来了 拿回来了 就布展 然后放在那 就摆着一个兽手 可能我们会觉得 他和他最开始的那个状态 不是一样的 对对对 就会想说 能不能让他能喷水 或者能不能再能做一个 甚至于是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 比如声光店高科技的嘛 比如说 做一个喷水的样子出来 我也能看到他原来是干什么的 因为有时候那个东西 你就摆在那 我就跟他似的 我也不知道 就是一个头而已 对对对 对很多地方的做法 是他会做一个假的出来 他会还原 他那个喷水的状态 同时他会在旁边 会有那个真的东西 因为真的他太太珍贵了 而且他受不起这个 水的这些 这些腐蚀 对 都是他北京的水硬 都是水贱 那您说的那个是很对的 你需要让看的人 知道他是干嘛 他自己看到人 一般构建不出来 还原不出来当时的场景 所以有必要再把它 在一边教育的 而且就像原来 比如说 比如有些什么宫灯的设计 他有自己排烟的路线什么的 然后你摆在那以后 大家一看说 这个宫灯设计很巧妙什么的 但是我看不出来 我不知道他那个烟 从哪排出去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一种演示 或者是 对 让大家去看一看 那怎么用的当年 就现在这些科技手段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方面就好 好做很多了 就是现在的不管 虽然我也离这个领域非常的遥远了 你也没干过这个 对对 没有干过 那像那种田野考古什么的 你去过吗 我们去过一小段时间 去挖过 对对 但是我们想着是那个 就是特别觉得像那个盗墓笔记 对 锤灯那种 人人一把洛阳铲 我还拿一个什么罗盘 在那圣谷里面 我还转一转方向 然后想着是挺神秘 挺那个刺激的 结果就是那个田野间 就去河南安养 人家一个农民的田地间 有什么宜间 对啊 安养吧 中天发的了 不中天 你吃上 你是河南人 我说河南 我说把导根本不是 就是因为他是那个殷墟嘛 就是太老了 太早了 就他没有那么宏伟的那种墓靴建筑 就都很简单 就是那种一个土夯 然后 对 然后就去那就是啥 就啥也看不到 就是探方 几个探方连着 探方是什么 探方就是他会把那个 整个那个需要挖掘的地方 他分成一个一个探方 这样他好标明 比如说我在哪挖这个东西 我好标明他在哪个探方 哪个位置 相当于一个坐标呗 对 记号坑 记号坑 对 是这样 然后去那就是大 就就就 农民工朋友们 就在那里 就跑跑跑着 不用你们夫妻跑啊 不用 我们人家看不起我们 你知道吗 就你跑都不行 跑都慢 对 就是 就是人家农民工朋友们 比我们熟练多了 还让我们去带队人家农民工朋友 根本不知道是怎么 人家是第一线的工作者 人家是第一线工作者 比我们懂多了 就是我们就是一群秀才 就是懂 就稍微有点知识 然后就去 想指挥人家 其实根本指挥不动 那是上学期间 那就真的就是跑 跑出东西了吗 会 学铁眼考古 他们那些学铁眼考古的 去那个 去工地 考古工地上 待了整整一学期吧 一学期都在里面跑 然后回来 每个人都跟那个 那个 从西藏回来 就晒得特别黑 是吧 不是 那他们有什么成果吗 就应该也就是挖出来 就是那种 因为当时也就只能挖出来一些 嗯 什么顶多挖出来一些桃罐啊 那种也就很难挖出来特别珍贵的东西 就是没什么重大发现 对对对 有些 有重大发现 怎么会让你学生去挖 想什么呢 哦 这个 陷入尴尬 这个 好像透露了什么 不是 就是那东西要非常谨慎 就非常小心的去 如果太特别珍贵的那种 对对对 木是不会让我们这么初级的人群 不过刚才他说的 我觉得是真的是 在逻辑上是通的 因为你看 要有人挖 然后有人来这个清理 然后有人来 它保护 因为很多东西 在现在 暴露在一空气 对对对 然后它就会坏掉 对 然后灯修复好了之后 然后还要放在博物馆里去展出 博物馆的设计 其实里面都会有一整套 从最开始挖出来 最后等到你看到 其实有这么完整的一个 很复杂 很复杂 可惜没有机会再从事这一个行业 我都替你觉得可惜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你是不是比较不想在这里看到我 先让我回工地上去 回工地上去 对就跟你唱那个歌什么呢 在工地上一边唱一边跑土 挺搭 唱着民歌跑着土 而且我觉得 我不是小伙子 我觉得男生对于考古这个职业 好像还都挺有一点神秘的消防 你们这些人就是光说不做 是吗 我们考古系三十个人 内界三十个人 二十三个女生 七个男生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思考过这个问题 你真思考过 我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从我自身出发 我可能能代表相当一批 所谓直男 光说不练男 因为直男都是什么 怕水 怕火 怕热 怕冷 怕流血 这真是直男吗 感觉比较小 是这样 其实我小的时候 对考古这件事特别有兴趣 然后我 因为我小时候也经常看那种 比如说 什么文化五千年 什么类似这种书 什么的 我那时候还真的认真想过 说我要不要以后去 学个考古什么的 每天看一些文物 我觉得很刺激 但是后来吧 随着我慢慢长大 到可能高中以后吧 我就有的时候 看到那些文物 我就会 就是读物思人 有时候我看到这些东西以后 我就会想 这些东西 是很久远的历史的 然后看到那些人 大家那个时候 比如说在故宫里生活 或者他们使用过的东西 现在我看到了 我就会想到我自己 人的一生有多么的短 我就会觉得 我每天看着这些东西 我就想我自己 什么时候会死 我其实会很害怕 我真的会 我真的会 直男同感 直男同都脆弱了 我真的会 我觉得我也这么想 你会想 你会这样想 你是不是也很怕死 你也很直男 我的天 他特别害怕 就非常怕 谁不怕死 对 杜凯的怕死 不是一般人的怕死 我经常会陷入到 这种情绪里 然后呢 等我说了 然后后来我就在想 我可能就不敢学了 因为每天 我都要去接触 这个东西 我好不容易 把我的情绪 从里面 用现在的阳光 吃点饭 什么跟大家聊聊天 摆脱回来之后 我明天还得回去 我明天还回去 我觉得好害怕 我不知道像你们 真的学考古的时候 你们学这些东西 首先你会不会 会有我这种心理 这种 比如说畏惧死亡 或对于人生 其实会有另外的看法 老现在终极问题里 出不来 我不知道你们 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我考古会陷入 人生终极问题 这是我自己听 当然会 真的会有 留恋一脸懵逼 真的不会有 我发现 你们从来不想 这些事 在做了考古之后 你会发现 你会完全忽视生死 这个事情 我很好奇 这点 他对你的整个人生观 会有 如果看待生活 看到人生 看待生死 会有变化 你看他表情 他两张脸 像是会 思考那些人吗 你不要看 北大人 你看着那样子 其实内心都是 你要愤怒 你会不会有 这种感受呢 我反而觉得不会 就是你 其实你平时 在自己生活里面 就平时 自己生活里面 会想这些更多 但是你其实 做考古之后 你就会把这些东西 给气质化 就是你不会把它 就是因为考古 是一门这个 气物的这个历史 其实相当于是 你所有东西 它没有那么感性化 然后你会觉得 然后你会 产生的一种感觉 就是我只要能 给这个世界 留下一点什么 就算我在这个世界 世界上激起了一点 小小的水花了 就是你看到 它那些文物的时候 你会想到说 我也想留点什么 对我就在想 也许被大家看到 对也许我可能 比如说 我们现在可以记载了 也许我们的一段声音 然后在很久很久以后 还能被大家听到 可能就是一个 就算我们留下的 一个文物吧 你就如果能做到这个 你就会觉得挺开心 对对对 你说我们怎么想了 我不想死 为什么直男会这么怕 他们俩不是普通的直男 他们俩是娘炮的直男 胡八蛋 钢铁般的直男 而且就还特别怕头骨 那些 因为我们有一个 就是人体骨骼学 还有动物骨骼学 就是拿着头骨 天天在自己这儿比 说这是哪颗牙 然后比一下人家 哪颗牙 受不了 我经常看到有人 带那种首饰 挂饰 我带一个头骨 或者衣服上硬个哭 这我都受不了 我连用看我的 我也是 完全一样 行 我对你们直男 有了全新的人 卖衣服看那个 赶紧绕开 是吧 所以你要是学考古 你肯定不敢说 我最开始 录取通诗书上 写的是考古 把我纠结的那一个月 上了北大 怎么上了个这个 挖坟的 然后看头骨的 我就是在想头骨这个事 怎么办怎么办 最后幸好人家历史戏 把我要过去了 这本来你是 你跟他是同专业的 本来应该是同专业 你要不转的 要不转 历史戏说 常年缺那个唱歌的 什么和声的 要过去 所以你看 应该可能通过这个探讨歌 解答你 为什么你们同学 女生多男生少的问题 对 反正今天我是对直男 有了全新的人 我一直以为 这是只是杜凯 一个人的那种 对 没想到你小伙子 五大三粗的 也这么娘 就我刚才看到 他那种鄙视的演过 默默的翻了一个白眼 他说那 心里其实很简单 就跟医生一样 对 想当年我想学医 没学医的原因 跟小伙子的逻辑 是一模一样 因为你看的 只是一些历史的遗物 而我要 如果是学医的话 你每天面对真的生死 而这个生死 就在你的手上 而且有可能是因为 你自己的能力问题 或者状态问题 会影响他的 我想到这个 我就怂了 其实我就没感觉 总的来说 背后的逻辑 还是说对于生命的热爱 对于生命的热爱 但是你进入了一个职业 你需要一定的人的 自我保护的那种麻木 对 但是你真是干这个的话 我觉得跟他们考古比起来 那医生 平时面对那些活的 对对对 那医生的压力是要 切人跟切菜一样 天天结 那些活的脑袋 他都可以就是 对 反正我们怎么虐也虐的是 已经死了多少年的人了 然后医生 因为有时候我会想 那个你放着那个头 我去看他 我就会 如果是我的 对 我会去范围思考 但我就觉得这个 我就觉得就是 就是自己的这个捐献 一体捐献是很有 很有这个必要的 就是 就为医学上研究 给大家带来一些 益处 对 然后 就是你起码能留下 但是你带着你的身体 进了土里面 也就是 我记得前 我记得前上看一新闻 好像是在美国 有一个类似于大的农场吧 有很多人把遗体捐出来 就扔在灵堂里边 然后那个农场里边 会有很多野生动物 什么鹿啊 什么就是这种 就是有吃肉的 有吃素的 他就去看 就是说这些人 如果是比如说 有人被杀了 在野外 然后他会在多长时间之内 因为什么样的动物的影响 变成什么样的样子 这些遗体证文章 其实就是 为了 为了 为了法医鉴定 各方面 去做这种贡献的 然后当时那个文章 大概的标题叫做 这个鹿为什么 喜欢吃头骨 对 就是鹿 大家都认为是素食的 实际上鹿 他会去吃那个 人的头骨 然后或者是 人的其他身上 其他骨头来补干 对 就是那篇文章 当然我觉得 愿意买为遗体捐出来 去干这个 是人看英雄的 真的是挺牛的 都还肯定是受不了的 没有 遗体 那是另一回事 对 反正死都死了 那随便 但在死之前 还是要抗拒一下 所以所以写的骨 明天的粉岛交给你 以后要死事 明天再说了 对 这学历史了 History is history 过去就过去了 对 所以刘建这个专业 真是 他他们讲台专业的时候 让我素缠起敬 他还说到 希望自己 这个未来 能够为人留下点什么 留下点什么 这个就 其实挺本能的 就像我们现在 天天要发个朋友圈 你不就是要为人留下点什么 是吧 就是每天 一定要留下点痕迹 爱看不爱看的 跟你天天留痕迹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之后的那个 你的ID什么的 由谁来接管 哎呦 那现在就是我们说 那我们说 那我们终极 对啊 感觉我们可真正 我们有一些去世的朋友 他那个ID就在那 有的人还会被倒号 咔咔的还整天发 对 对啊 对啊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一下突然这么伤感 怎么了 因为你们俩的专业 都是两个人伤感的专业 本来考古应该是一个 非常好玩的这种 一下聊到吧 我是想让他聊里边 好玩的事 然后小虎老师啊 这么这么 多伤感 多伤感 对 一下就就聊到了这种 精神的部分了 对 那那那咱们换个话 不老考古 聊历史 聊历史 对 聊哭了 腿了 汗都下来了 我干都看 哎呀 真的 不是那个 流点 我觉得他也专业 比较好啊 就是 其实你毕业之后 对 有对口的工作 对 去考古 对 应该学历史的 没工作 对 你只能 只能被人考古 对 不不不 你不能这么给 我们那个历史系 不是 没人抱着 不是 我们毕业的时候 我们一群人就围着 我们那老师 哎 这个历史 我们也不可能都当历史老师啊 我们找 怎么找工作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 那你考博士 你考上博士就有工作 他就绕这个问题 考上博士 不是还当老师吗 对啊 就是说 这是无解的 那你学历史专业 毕业之后 除了当老师之外 还有哪些对口专业吗 可能 擦点边 擦点边 擦点边就说 你有文字能力 那你就是文字相关的 你就跟中文一样 编辑什么的 去博物杂志 就是你得自己找 就是你得自己想办法了 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转行 也可以搞学术吧 搞学术 当老师差不多 就当大学老师 还是中学老师的问题了 就是你就是 还在这个行业里 但是那毕竟很多人 不在这个行业里 就像我就不在这个行业里 但是历史对我的 我的益处太深了 我是一个特别差的 历史的学生 因为在上历史 上本课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 在想音乐的事 没怎么想音乐史的事情 但是他给我一个 很大的一个 就是习惯性 因为那几年内 天天你要做那些事情 那些 然后你就会觉得 人有时候想事情 他你就是 你放在一个历史的习惯里面 你就会不只想今天 你就会想 那这个事从很早之前 就到了今天的样子了 往回是那样想的 那么你顺便 你就可以往前想 那我今天做的事情 我是为明天做的 还是为一年以后做的 还是为十年以后做的 还是为一百年以后做的 对 尤其像我们现在音乐工作 特别需要这个事 因为你每天面临很多 那个对你当下 产生巨变的一些事情 然后你要怎么做选择 你要重视哪件事 然后你是跟着这个走 还是你要自己想 有的时候你会想说 如果说走到了最后的 快到终点的那一刻 我回头再看 我之前的这条路里边 我哪个选择 我到那个时候看 我是可能会后悔的 那我现在就不要 做那样的事了 对对对 对我来说 我会这样去思考 我现在的人生的 一些处理问题的方式 对对 然后还有特别具体的 一些个帮助 比如说像我们组合 Mr.Miss的专辑 我们那个音乐是 是美国的 那个这样说 算近代时期 二二三十年代的音乐 那是很直接的 就是我们在 创作这些歌曲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写 就开始找的风格 其实我们现在天天 也还是在做考古和 那个对 最后真的说 你说比如说 我今天要做Break Pop 那我很简单 我就Blur的歌 Radiohead的歌 那个Orisa歌 听一下 不断的听 但你问题 美国二十三十年代 那时候唱片都很少 你要找到这些歌 你那个网 就是网上 那个是很难找到的 这个东西 没有那么多录音 被留下来 没有唱片 然后等于做了 大量的这个 这个搜集工作 这个时候 我们的那个本专业 就用上很实际的 一个用场 实际用 对就是包括 就历史系 其实是 你怎么去查资料 就一个陌生的事 你是上图书馆 怎么着 怎么着 咔咔一路 就是你 你就把这个东西 搜个底掉 从文献的角度 对 就这个真的很实际 对我们这张专辑的 这个工作来说 就起码 我最后就找到了 那一批歌了 他最后是从 很边边角角的地方 找到了 然后找到那些CD 他还可以 非常科学的 给他摆一摆 对啊 你有这个故事 就摆一摆 你刚刚挑毛病了 开始 对不起 这比我说错了 你现在也给我添一大货 抱歉 抱歉 这点减了 就当不存在 但你这么说的话 我现在都有点怀疑 就是说 你到底是因为 本来就想做这种音乐 然后用上了 自己的这种 神奇的技能 还是觉得 这个技能不用难受 然后就特意挑了 一个特别不好找的 音乐风格去搞它 真的不知道 对 对 就是那个 在本科期间 就是对历史 就自己的大学专业 是非常纠结的 我肯定不想干这个 但是 但是时时刻刻的 你就 人有时候就是见 你比如说 你念了一个什么 上一个学 当时就特别不想上 对对 然后你上完了之后 隔多少年 当时那些课本 你天天想看 我没有 我没有 我也没有 所以不是人见 是你见 我就是那样 见人见 就人见智 真的是那样 就是现在我总是在看 我当时上学 没看那些书什么的 然后包括这个思路 是我们那个 我们做音乐 是因为我们俩认识 在那之前 我没有接触 我们现在专辑里 这个音乐 这种风格 其实都不知道 也不管 您俩最开始 也不是这个风格 我记得 其实算是 我们俩的开始是 09年的时候 我们在 终于转到音乐话题了 对对对 不容易 我们在北大里 等于去找了一个 北大旁边的一个饭店 西餐厅去干活 然后我们俩没有风格可言 但是就是说 我还是有的 一开始我写了一首歌 然后 对 我们就相当于是 对对对 借这个契机 然后再一起合作 他有那种演唱上面 受小野丽莎 最早影响很大 所以会自然的想到 当时流行的王若林 什么这种音乐 但是呢 这些音乐是什么音乐 就是当然也没太有概念 然后我们去到西餐厅去 一起去唱歌 唱歌 然后就外国人老外 跟那吃饭吃饭 然后唱唱 我们就唱那些个流行 他们就继续吃饭 然后唱一两首 那个老的美国的老歌 他们就不吃饭 就放下餐具就鼓掌 我看到 那这个有门 这个东西是可以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个是他们的生活中的经历 生活中的经历 他们从小听到过这些音乐 但是另一方面呢 又觉得 我们唱这些歌的时候 我们发挥到了 我们自己的一个优势上 其实就是你唱什么歌 你自己能下的来台 你自己在台上特别清楚 那个给我们一个自己的认识 那我们可以探索一下这个东西 那然后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在纠结这些歌到底是属于什么 是怎么写 上哪去找这种大量的歌的素材去学习 这个等于是从09年一直到13年 才找到这个方向 是一个确定风格的合作方式的一个过程 因为你其实一开始最能接触到的 就是那些爵士歌手翻唱的那些版本 就满遍地都是各种版本 每一首歌各种版本 什么My Funny Valentine 最出名那些 Alton Leaves那些 然后各种人翻唱的版本 然后当时我们就只 基本上只听到这个部分 然后就想通过学这部分去写歌 然后发现特别难 然后就再往前倒 就才倒到这个二三十年代的这些 就找他们最初的版本 对对对 因为他们不是有各种改编吗 每个人都记性来 这是个很实际的事 因为角色叶的版本你是没有套路可循的 因为他们是一个很偏激性的一个东西 对对 非常实际 非常实际 就像我要写英伦 但是我就没听过Crip的那个原唱 我就没有听过Radiohead的那个原唱 全部全是翻唱 全是翻唱 原唱是谁 在那个年代 原唱是谁是很模糊的 最后我们才查到 比如就像My Funny Valentine 它是三几年的一个音乐剧 里面第一次出现 然后那个音乐剧的原始录音已经没有了 然后只有一些乐谱什么的 那个是一个原唱 原唱都没有流行录音来 它并在那个年代没有原唱这个概念的 就没有那个 并不是以这个唱片作为 今天唱片是个音乐的绝对权威 就是我发了一个这个 叠了 那这个歌的原唱的这个概念就确立了 你听什么这个为准 别的人是照着这个 当时没有这个 所以就这个工作就很麻烦 对因为需要做一个风格化的一个音乐形式的话 其实你需要把它整个里边的元素进行拆解 比如说它的吉他的节奏 然后它的鼓点 然后它的音色 还有整个它是拍子 所有的东西把我演唱 所以让它拼起来以后 你会觉得是这个味 要的是最后你能呈现出这个味的时候 你需要把它所有东西进行拆解 才能做出来 对对当时面临的是 你可供拆解那资料都找不到 可供拆解资料都找不到 一个是很难找 另外一个是你很多绝世版的 你拆完以后你也拆了乱七八糟 对对对 它没有录子 对对 所以那个是我们花了好几年的工作 才才就到13年大概找到头绪 然后陆续开始写现在这专辑的一些歌 写到到去年完成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因为你从小没有在这种的音乐环境里长大 对 所以你需要从头去学 对 但是为什么刚才我们唱的那个 那什么星期天 可以写这样的东西 其实你问他 他里边包含什么样的音乐元素 他不见得打得出来 但他从小就听这种东西 他唱出 他出嘴就是这玩意 对 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 因为你从小耳入木耳 你学 你听了很多 你就可以做 外国人为什么可以做很多 你听来说老外做的音乐 怎么就那么有味 流淌的血 因为他从小就听了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 但是这个 现在我们来讲的话 也挺难了 比如说 因为真的是 这个文化变化 互相之间交流 全球化太多了 你比如说今天 你让我们写一个京剧的歌 真写不出来 真写不出来 你真的要去学习那个东西了 杜海最近就在 天天在家里放那个 各种 各种戏剧 各种名歌的 在找感觉 其实也是 一边听着 一边再去找 他整个的结构 不是不是 你现在听的东西 跟你们做的 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 不是 听有关系的 不是 你外听中国的一些 对对对 中国的东西 那个 有啥关系 你想做融合吗 还是想做畏随 是这样的 中国的音乐 传统的戏曲音乐 民族音乐 跟那个 它流行的年代 跟那个 美国的那个 我们现在做的 这种白老汇的 什么丁峰相的音乐 它是一个年代 它是同样一个年代 比如说在 在这个 我们都知道那种 民国时候 那种老上海的歌曲 那个像周旋 他们唱的那种歌 那种歌 就是在上海的租界 大概二三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的中国呢 它的流行的音乐 就是京剧啊 包括南方那些民歌啊 大家听的就是那些歌 同时呢 它又有那个 当时的租界的外国 中国人 就在那演奏 演唱的都是 当时的那个 美国同时期的流行歌曲 然后在上海 那时候我们是跟世界同步的 对 世界同步 同时 当时的那些作曲家 民国的作曲家 给周旋 他们写歌的人 他要做的工作 就是很自然的 他就 即使中国人都要唱那种 都喜欢唱那种民歌啊 东西 同时 我们要服务于租界的那种文化 他很自然的 当时就做了那种 中西的那种结合 你比如说像 叶上海这首歌 他那个伴奏是纯的 绝世乐的 绝世乐伴奏 对 伴奏 他那个旋律里面 带着那个 南方的民歌的感觉 是的 同时他的结构是 当时美国的那个 丁峰相音乐的 AABA的曲式 非常自然的一个结合 这个结合并不是一个说 我学术上 我讲这个 一个艺术的探索 它是一个商业行为 就是我当时 形成这样我才能卖的出去 所以它特别自然 然后我们的音乐呢 其实是 在寻找 那个 那种有点 前现代的一个年代的时候的一种 流行音乐的感觉 就是一种比较 它能够接上去一些 不管是美国的流行音乐 还是中国的 那个歌曲创作的一些传统 其实美国的二三十年代的这歌 它给我们一个教育 就是这个歌本来是怎么写的 它连这个写这种商业的歌曲 都是在最初的一个形式 它有一些很朴素的原始的技巧 但是都很棒 然后中国的民族音乐也是一样 你用中国怎么 你用中文怎么唱歌 就是你四声调的这个汉字 你怎么唱歌 其实做的最好的是曲艺 民歌和戏曲的东西 然后后来的流行音乐更多还是 你是一个汉话 比如说学习R&B 学习摇滚 然后听了一堆英文 我要把它变成 再翻译成中文 我再填一个中文进去 甚至直接拿英文唱 直接拿英文唱 你就好像是那个翻译体一样 某种程度上 我们现在的流行音乐 大部分像是一种翻译体 也就是反而是在这个 民国时期很多的音乐 它是很早早就完成了一个融合的过程 对对对 然后你们是在逢那个地方去找一些 这种根源性的一些影响是吗 对 所以其实这张专辑就有 就是只不过没有那么表现出来 一定要听起来象径句 就是这个中国风 在中国非常的有趣 就是它就代表了像周杰伦那一派的 就是我要有一个古什么 二胡 有一个古争 就是中国风 然后我五声音阶 我就中国风 然后就你听那些印度音乐 包括我们之前去过北非 去那个阿拉伯城市 就他们那个特别流行 就他们那种特别流行的音乐 你看那个最近那个阿米尔 他那个电影 就是他他里面的那个配乐 是特别特别现代的那种流行音乐 但他一唱就还是有那个 就蕴含在里面的那个印度的那个味 就是那个 那个是 就是那个可能是我们想要做到的 就是我们唱一个我们这种歌 就算它这个本身的风格 不是我们自己的风格 但是它会流露出来那种 就是我们自有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你这个思路挺好的 就是你找到了一个 在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因为它是一个成功案例 因为那个时候的 你说那个时候上海的那些歌曲 它是一个成功案例 它是一个以西洋音乐为铺的 铺地的 然后又忠实演唱的 这种风格这种成功案例 对 比如说你按照这种方式 来再去做你们现在做的东西 只是把你们可能要表达到 歌曲的内容 歌词什么的 反正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对 我觉得这个路子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现在的人 是很难接受 这个一种民族的很乡土的东西 因为咱们的整个环境 是一个拒绝贫穷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很多时候民族的音乐 它代表一种贫穷落后 尤其我们会觉得 哎呀 这个爵士乐是很洋的 很洋的 那个民歌是很土的 你唱的越像 那个民族东西 越土 星期天 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这是时代 就是我们这个迅速的 要崛起的一个国家 你总是要这样子 你要放弃一些贫穷的东西 所以更多时候 我们从这个民族音乐当中 借鉴的是它的一个方法 就是它如何去表达中文 如何去表现 包括表演的一些方式 有可能 我觉得唱的完全都不是它那个东西 但是还是受到很大的帮助的 能受到很多的帮助 这也听出来北大人的 这种情怀 对你还是北大人 本来就是 刚白夸你了 来唱歌吧 又来了 咱们刚刚拿来个土的 这回来个羊的 你们做的那个节目叫什么 先生小姐的极简流行乐史 在这我要隆重推荐一下 他们的歌你们可以不听 歌还是要听 但是这个节目你一定要看 虽然之前只播出了一集 但我特别喜欢 而且特别针对我这种 就是对 没有文化的人 没有文化 但是又有点兴趣的人 然后这一个搞历史 一个搞考古的 两个人来考一考音乐的古 摆一摆音乐的龙门镇 然后这个节目 现在好像第一集 多少时间大概十分钟 唱了大概三首首歌 一边说一边唱 特别好 说唱 说唱组合 那你没会给大家来个什么歌 我们刚说第一期 我们马上有第二期 我们唱第二期里面 第二期已经录好了 可是马上就要上线 上歌 我们要赶在他们上线之前 随缘 就是欧文柏林的一个 叫Chick to Chick 贴面舞 Chick to Chick 来 OK 那由这个Mr.Mate乐队 给大家带来一首 Chick to Chick 李叔给他 给他们唱和声 这也唱不了 这个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my heart beats so that I can Had No I seem to find the happiness I see When we all together Dancing Chick to Chick Heaven I mean Heaven And the cares that hang around me Through the week Seem to vanish like a canvas like a stream When we are together Dancing chit to cheek Oh, I love to climb the mountain And reach the highest peak But it doesn't feel me Have as much as dancing chit to cheek Oh, I love to go out fishing In the river or the creek But it doesn't throw me Have as much as dancing chit to cheek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I want my arms about you The charms about you We carry me through to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the cares that hang around me Through the week Seem to vanish like a canvas The smallest luckiest drink When we are together Dancing All together Dancing All together Dancing Chit to cheek Chit to cheek And chit to cheek Oh, I love to climb the mountain 真好啊 把这种歌集的 英语真好啊 我看了我的餐具了 我今天在听了 来来来来 大家归位 来介绍一下这歌吧 把你第二期节目 给跟那剧透一下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 第一期介绍了 那个叫福斯特 第二期介绍 这个叫欧文柏林 也是刚才讲的那种 美国的二三十年代的 一个很出名的作曲家 他写的歌很多都 后来就被 爵士乐的歌手给翻唱了 然后就 等于他写的歌 他本来是给 那个电影音乐剧写的歌 后来大家认为 是爵士的经典曲目了 包括刚才这首歌 这首歌本来是个电影歌曲 就成为一个爵士的那种 叫做标准曲 Standard之一了 就后来电影已经被遗忘了 但歌都留下来了 对对对 那你们俩是不是应该很爱看那种 就是歌舞电影 美国的老的那种 像语中曲什么的 对这个事是这样的 当时有那么一年 就是我们俩这个 实在不知道怎么写这些歌的 当时有一年 就完全没办法了 甚至都有点想放弃这事了 然后就没办法 就找一点电影看吧 不是都传说说看电影能写歌吗 对对对 这个文艺的片是吧 对啊 能变点故事什么那样子 就出于病急乱投医的那种情绪吧 就有那么一年 当时留恋是刚刚开始工作 我是刚刚开始没工作 然后就天天在家看电影 看一看一看 就是从欧洲的那些文艺 什么的 你把他一直看到 偶然就看到了歌舞片的这个地方 然后突然发现 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那种歌吗 那我就赶紧跟留恋说 我说你赶紧看这不就对了吗 然后我们就拽着 就一块开始看这些东西了 看了那么几年 就到处去搜罗 因为有的很多音乐剧 它是音乐剧这个东西 有的音乐剧 它一演就很成名了 比如说音乐之声什么的 到现在还演 但是音乐剧 音乐之声那个年代的音乐剧 有很多大量的 它是不演了的 就当时演了一轮就没了 但那些歌都很好 就有可能那个戏不咋地 对 就这个片子没法一直看 就是因为它的剧情 特别简单 电影也一样是这个情况 就是电影 就是它其实歌是它的重心 很多电影 它就是跳舞和歌是它的重点 它的剧情其实是 就是凑的 对 听着像是印度电影 因为那个时候 整个电影行业 电影产业是个童年时期 对 就是出个人就高兴的 那种阶段 对 还唱歌跳舞 那就神了 就那个情况 然后那个 但是音乐的歌曲的 那个质量已经非常高了 对 但电影这个产业还在童年 就大量的那种 那个故事 你都看不下去 但是歌都特别好 因为电影 作为一个新艺术来讲 它的时间比较短 对 音乐的历史 那就太漫长了 对 所以大量的那个片 是看不下去的 但是我们就为了 那个歌的忍忍 那几年看吐了 的那个歌舞片 从各种 各种渠道 搜罗那些歌舞片 现在其实 如果你们不做音乐的话 就这方面 也是一个专家了 对 但是就从自己 实用的角度 就是这个影 资深影迷吧 算是 资深影迷 对 就说这个风格问题 你们 当然选择这种风格 本身 刚刚你也提到 说现在中国 做这种音乐的人 非常少 几乎看不到 对 这个本身是一个 有价值的事情 但是反过来讲 这个也是双人剑 对 就是做的少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说到天上就不好卖 对 它不主流 对 不主流 所以做的少 甚至就咱们就说 大众接受度来讲 有多少人 一听这些东西 觉得说 这个 对 就是能够 能够击中我的心灵 很多时候听这种 近似风格的音乐 都会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背景音乐 对 你在什么酒店 咖啡厅 酒吧 什么之类的 轻音乐 轻音乐 对 会有这种感觉 你从这个逻辑上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 尤其这次得完了奖 这不是得奖 入围之后 入围 我们俩就聊这个事 就我跟刘恋聊这个 你说的那个入围 真的好神奇 我们真要是做 大家都做了那种音乐 我们不见得就能做入围了 那是 就是比如说我做摇滚 做民谣 做流行 我真的可能就第一张专辑 就就就能脱颖而出吗 这这很难很难的 嗯 然后反而是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一路做上来 反倒是觉得 是这个 是情况逼着你要做这个风格的 是你做做别的 真的不太合适我们自己 可能是 发挥不到我们百分百的那个优势 就各方面 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 好像自己是被动的 选到了一个 好像不卖的一个风格 冷门的一个 对 但是就个人的命运来讲 个人的音乐的命运来讲 有时候你的选择 它不是那么那么多的 并不是在每一个时候 你都可以什么都可以调的 嗯 它就像一个找工作的机会的一样的 并不是说 从开头你就什么你都可以 可以允许你去去做 其实有时候就这么挤 一两条路 你调一调 可能是那样子 我们好像是特别自然的 走到了这个风格里面来 然后甚至这个风格给我们带来的幸运 倒并不像是说 它是一个冷门的 让我们不被重视 就是可能我做那个不冷门的音乐 我可能也不被重视 是那样子的 那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一问题 就是做这种冷门的音乐 当然有它的问题 但是某种角度上 也有这种投机的可能性 就好像金曲奖这种情况 因为你们这也比较 对 就比较另类嘛 对 那你们本身有这种 有过于投机的情况 投机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做买卖的投机 就是像投资的这种投机 那就是你真的就是出于算计嘛 你就是说这个拼概率嘛 那是一个生意的逻辑 但是做音乐的人 就是创作的人的这种投机 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投机 但是它投的不是说回报 它投的是 我到底适合在哪个 哪种创作当中 能够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出来 它可能并不是说 那个发挥意味着我最后挣了钱和名 而是说我的那个创作的目标达到了 我的那个想说的那个表达东西表达出来 那真的是要投机的 那要去投 那要去一个一个的试 在做这个 像留恋 它是我们合作之后 他刚刚开始做音乐 然后 然后我比他做音乐稍微早一些 我从那个微闻胡 微闻胡和这个 电视留恋 这期间我尝试了很多别的风格 再去挨哥的去想投机 其实我们在一起之后 我们也尝试过别的 因为我在一起做音乐之后 在一起做音乐之后 也尝试过别的 因为我们俩喜欢的风格非常不一样 就是我总是对 做那种音乐还很存着的向往 然后我们就做过Trip Up 做过一首 我们还做过那个彭克的做过一首 然后还做过后摇的做过一首 说这些东西发出来了吗 就之前有发在豆瓣上 然后那个Trip Up的歌 现在在虾米也还有 然后就做过这些 就觉得和两个人在一起的 这种气场是不太搭的 然后我们现在这种风格 其实是属于我们俩的一个合集 它其实不是属于我们去商量过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特别冷门的 然后就可能以后可以 就是另辟蹊径这种 不是这种想法 就是我们俩 当时就想拿进去讲 笨着累了 对 根本想不到这茬 就只是我们俩在一起 我们俩的合集就是这个风格 对 别的就做不动 那现在比如说你们现在做出来这张专辑 这张专辑的风格 我其实首先是挺统一的 因为它的音乐风格类型是很统一的 那你们现在自己对于这种作品 拿出来摆在面前 你们满意吗 我觉得这张专辑达到了第一步的目标 就是找到风格 找到风格 对 找到风格 然后基本学会 然后能够一个舶来的 这就是学习的一个成果到了 然后初步的把某一种风格移植过来 而且汉化 基本就达到这一步 然后至于说下面我们还有希望它更好 你们之前我看的一个文章是采访 就是说关于这个歌词的部分 现在的这个音乐风格里面 我相信其实音乐配器演唱方面的这种 受到大家注视的内容更多一些 那对于歌词这部分 你们自己是怎么看的 就是你们你们觉得就是歌词的表达 是你们非常在乎的部分 非常在乎 对因为像音乐剧 音乐剧那个大家就是要看故事看词的 甚至那个他对演唱都要求很高 你要让人在听觉上就受到那个 那个内容的刺激 所以所以这个写这些歌词当中 我们先是借鉴了很多美国的 那个音乐剧歌词的那个 包括格式啊 包括他的思路啊 那些东西 包括说我们 就是先要把很多美国的音乐剧歌词 这个翻译一下 然后看他到底是怎么用 看他的创作套路是吧 套路对 然后要想这种音乐 比如说这首歌的情绪 他的那个 他对应的中国人的生活的感觉 他对应的我们二位的 这个生活中的情绪 是什么样子 差一点点这个词就完全完蛋 就没有办法去表达 而且像这种 这种音乐的表演 很多还是带着戏剧表演的 就是演出的时候 是有情景化 有情景化 比如你们会描写一些环境 对 让你两个人相处的状态 对 有角色感 就是边演戏边唱 很多是那样 那就相当于是台词了 那台词太重要了 就是你整个等于是 一半在编剧 一半在写词 所以说到这个 我就挺好奇啊 对 因为你们有首歌叫做 男人们围在我身旁 对 这个歌词是 你们一起创作的吗 还是说你 谁写的 因为我们其实创作的路子是 就是 我们会一起想一个主题 然后会 主要我来提供这个内容 然后我们一起再把它变成 我们可以唱出来的 这么一个东西 对 然后 这个男人们围在我身旁 主要是基于 也不能说基于我的什么生活经验 他就想套你这句话 我很好奇 我很好奇 你去做这个田野调查的时候 对 农民工朋友 这个也是基于 就是我们这种风格 他很多电影里面都会有这种 就是这种角色的这种设定 就是你其实你头脑中会有一个戏剧感 对 你会有一个形象 一个画面 一个形象 他干了一些什么事 就是那个举止投足间的那种感觉 你会有 然后你就会 就是相当于是写他的一个新生 我就不能说是写我自己的 我因为我听到这首歌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这歌词还有歌名很有趣 但是呢 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 比如说如果把这首歌 男人换成女人的话 就是 如果我写了这么一首歌 因为我自己平常也会写歌 如果我写这首歌 女人们围在我身旁 然后我描写当时那些环境 我觉得我肯定会受到攻击 肯定没骂 因为对 因为人家会说 说你这个物化女性 对吧 你玩弄感情 是吧 然后但是 你们写这么一首 男人围在我身旁 你没有考虑过 像我们这种男权主义者 会声讨你们吗 对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我现在就要声讨你们 这本身 首先 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 我要宣扬这事 当然不是 一看就知道不是 对对 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其实把这个角色 当做一个 共批判的 对 一个 就是 对 它其实是一个戏剧角色 就它没有那种价值判断 在里面 它只是写一个戏剧角色 它自己的这个想法 一个内心的一个活动 这不就是你吗 但是我们作为听众来说 我听的是你们的歌 然后这下数的是你们的名 那我就会认为你是这样想的 会有一种 就是本能的预设的这种代入关系 比如说前一阵子 引起一个很大 就是很大讨论的 比如赵雷的那个 什么30岁的女人 大家就会说 你是这么一个人 你会写这样一首歌 对 你眼中的30年人 就是不值钱的 然后你赶紧找个人家了 对吧 那现在如果你写这首歌 我就会认为你是这么想的 很多听众也会像我这样 想我相信 那可能就是说 对于这种音乐形式的这种设定吧 这个基础认识的设定 我们还没有跟大家听众之间形成一个共识 对 因为你在这儿跟我说了这种画面感 戏剧感 那我一下就能了解 我一下就懂了 我一下就懂 假如是一场音乐剧 剧里边某一个人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 但是这也挺有意思的 这也挺有意思 就是说 有人乐意从这个角度来听 去猜想 作者就是这样想的 那他也会得到一些新的观点 这也挺好玩的 因为就是嘛 因为你们必须是创作型的歌手 你们写出来的东西 应该就是代表自己的 民谣是很有这个 让人很特别容易让人直上觉得的 那个歌词肯定是他就这么想的 因为那个东西本身就是只给的 那绝对都是新生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希望就是 如果说看了我们演出的人的话 他会有一定的收到一些 就是因为我们会做的比较夸张 有时候会做的比较夸张 那有可能我们后面还会写更加邪恶的那种歌 就是这个 那可能您提出这个问题 我就受到一个启发 可能有时候如果做这个东西 不妨让他更加过分 真的看出来 那我绝对不是那个态度 就是在反讽这件事情 或者说 其实有的时候一些反讽 那肯定会有一部分人以为是正话听的 正话反说 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听众 能够听到我们这种探讨 大家会可能对歌曲本身的 在聆听时候的那种心情 还有那画面感会更接近你们创作者本身的那种想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你的表达是这样的 大家理解到的 对 就艺术当中像这种很模糊的事 其实挺多的 尤其在国外的创作当中 就是你抛出来一个 有的时候是不知道对错的事 但是大家都看到了这个事情 都有 那我艺术 我就是要让这些东西被表达出来 就是一个很宽容的艺术 是的 甚至我都不一定宽容 就随便 我就是说 就是有这么一事 它很模糊 甚至现在大家对它的对错也没有共识 那我就是要让这些模糊的东西被表达出来 那这种作品也挺多的 我为什么要说这 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很多大家的那种思维模式 特别古化 他就一想到什么事 他就会联想到很多 很多现在很热门的一些话题 然后他去各种解读别人 可能和社会八卦联系在了一起 然后这种特别跟风的一件事 然后再说另外一个 比如说现在 就是比如咱们现在大家朋友圈 或者微博人 经常看到有一个词叫什么 特别丧 然后大家说 我一个很丧的人 我说怎么怎么样 然后好像这个词其实是 我认为很多人说出来是有宝意的 是觉得我是很丧人 我觉得我挺自豪的 对对对 就像大家听那种特别丧的音乐 他觉得自己是一种小众品味 他觉得自己很自豪 他拿这个来 其实是自己会觉得爱我挺得意的 但是我听你们的音乐 我其实觉得你们音乐是很温暖的 是很温暖很乐观 然后对于生活很多细节 能够感动到人的细节 你们其实会有很多刻画 比如说今天下了一场雨 包括你们刚刚好的那歌里面 就是刚好我今天来的早上 来的晚 有很多这种很温暖的细节在里面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东西 因为我是 我可以说我是很热爱生活的人 我对于生活中很多 谁不是个爱生活 有很多人 你只能说你是 你是一个不以上的形式 热爱生活的人 我感觉 我首先我不理解 丧的形式是热爱生活的表现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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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 你不要揣托别人 我不揣托别人 我只是在用我自己的眼光看世界 你们也挺互相拆台的 对 所以说 所以说 因为他对我这个丧人有歧视 对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们 你们 因为你们看 从音乐上感觉是一个挺温暖 挺乐观的心态 对于现在这个所谓丧这个事 你们有什么看法 首先丧 你给我解释一下 草都没有派对就很丧 回家找你妈妈买玩具去吧 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真的很不一样 就像刚才咱们聊到的那个终极的问题 骷髅头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你说一个连骷髅头露怕的人 他真的不敢丧 不敢认着自己丧 那你觉得是一种回避吗 还是说去转移注意力呢 真的是这样 就是 就是 特别需要一些温暖的东西 让自己快 很需要一些养过 对 就是说白天的时候和晚上的时候 心情都不一样 对 天一黑就特害怕 有 会有一些 有的时候会有 所以我觉得那些要丧的人 他其实幸福感挺强的 就是他 他震得住那个丧 你约是内心强大的一种表现 也不是强大 就是他 生活富足 对 他某一个方面挺安逸的 他缺少一个那种破坏点 就是他需要找一个生活当中 一个不完美的地方 他给自己捏一个裂痕出来 他听起来很摇滚 这种想法 你能理解 都没有对错 我觉得没有 就是他就是那样的生活 他非得丧一下 他才能开心 那就让他丧一下 就是说那也不妨碍人家 但是 但肯定也有一部分人 他丧不起 他真的就需要安慰 需要 因为平时已经挺丧的 对 看到头盖骨都害怕 这事是我 我其实是一个挺丧的人 是吗 来来来来 我也有听听谢先生说法 来来来 就我跟杜凯 对对杜凯替小伙子代言 留恋替我代言 谁替你代言 你顺目说也不加你微信 就是因为我从小 我就是刚爱听音乐的时候 我就特爱听Radiohead 但是就是因为觉得 有个人跟自己心里相通 把自己的想要表达出来 那种感觉表达出来 就是找到一个病友 就是同病相连的这种 人的这种感觉 然后而且是因为 就比如说像杜凯他 他是因为他既爱情圆满 然后他的那个 找到了一个 特别特别 可以让他 就是对爱情这些事情 完全就是到 就相当于是 他已经吃到大餐 而我们还在吃路边摊的 这种状况 我分手 他理解我们这种 吃路边摊的人 是对于这些爱情 对于生活这些事情 是有很多这种 就是一些不如意 或者是纠结的一些点 所以就我们也在 在后面的这些 创作的这些讨论上 我们也有很大的分歧 就是我觉得 就我们现在这个 确实我们现在写的 这些主题啊 风格都太 太乐观健康了 然后 我支持你 就你想写一些 暗黑系的东西出来 不是 你不要 贴标 什么叫暗黑系 不是 我们这类人都这么说 因为我跟很多 自我认为 很丧的朋友 都在暗黑系 他们都自称自己被暗黑系 只要不积极不乐观 就等于暗黑吗 暗黑系不是坏词 主要是暗黑系 是一个不好的词 从你别说 就是坏词 不 我用的是人家的试音 来表达的 我并不真的觉得 而且 咱们这两个组合之间的分歧 真是很严重 你暗黑系 我也不觉得它是个坏词 黑天也有黑天的美 你白天不懂 夜的黑要跟你说 而且这就是 可能也是一个 在音乐方面的取向 就是我们 当时去一个颁奖典礼 也跟草东 他们认识了 因为我本来想 我们本来想象 就是 那估计也跟那个 咱们这边很多乐队 就是出来 他们写那么丧的歌 他们出来也是那种 人柔其歌 对 一副丧着脸 乖大理人 然后话也不怎么说 真无可恋的那种 对 其实并不是 就是我们私下是完全 一样的人 就是聊下来 就是特别 特别乐呵 就是比我们 甚至比我杜凯 还乐呵的那种状态 又很 比较很单纯的 很单纯的那种 只是他们对于音乐的取向是 就是他们看到我们会说 哎 我们怎么怎么能和我们的音乐 这么的像 就看起来很阳光 对 我们的看法是就是 怎么能这么不一样 对 我们都在饭桌上聊这个 我都问那个草东的那个乐手 说你们怎么可以 做人这么嘻嘻哈哈 写出那样的歌 对 他就反悟不说 我们说你们怎么可以那么统一 就那样子 这个很好回答呀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写这样的音乐 这么有什么难度 但是其实 有一个很简单的词 什么叫一体多面 对 他们就是把自己的某一个面 放在音乐里 另外一个面摆在桌子上 这是两把事 小伙伴做一个创作人 写这么多丧的歌 然后现在假装自己 只有这一面 我觉得你太虚伪了 其实 我并没有虚伪 因为我害怕 我想探讨一下 在创作的过程中 有好多年纠结这个事情 就是你喜欢的东西 和你自己是什么 经常不一样 经常不一样 比如说 就是比如说 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但我很有可能喜欢 那个很不害羞的音乐 比如说 我之前做了一段时间 在跟他合作之前 在学校里玩那个黑人摇滚 黑人 他之前唱说唱了 说唱 骂人的是吗 就是那个问题就出在这 我特别喜欢那种 他们那种节奏 和声 什么技术上的东西 但是我是一个 绝对骂不出口的 骂人无法骂的 然后黑人的音乐的形式 特别喜欢 给我很多的教育 但是那个歌词 全都是 come baby 过来就要弄 包括那些 爱情感男女之间的事情 特别直接 这个我受不了 就完全受不了 唱不出嘴 唱不出嘴 而你就发现 他那个节奏 他那个个性 那个风格的气质 你非得是唱那个 他才对 然后我就发现 是这个问题 没办法 而且我特别早 02年时候 上海有一个 有队组合叫黑棒 这个知道 我跟他们俩就聊过这个事 他们当然歌词 还算是比较 阳光继续健康了 他就大概跟我讲了半天 说这个说唱不一定 非得是批判 也可以去歌奉 生风的美好 他们觉得不也没了吗 对 这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能 特别明显的感觉到 你不丧一点 人家觉得你不高深 就是这个感觉 绝对不酷 对 就是 而且人家又会觉得 你一个北大出来 你不得给我整点诗歌 整点别人看不懂的东西 你给我唱这么大白话的 对得起 对 你打不上天 所以你们写你打不上天 是不是一种反抗 不是 这个是这样的 包括这个东西 丧不丧 包括写什么样子 首先是基于 对这个风格本身的理解 就是我们第一张专辑 要完成的一个任务 只是说这个风格 本来是什么样 我们就做出什么样 然后我们自己在里面 融合到什么程度 就融合到什么程度 然后剩下的 艺术上的再进一步 是留给以后的工作 首先把这个风格能够做扎实 然后这种 你怎么不上天的 这种网络流行语 在这里面出现 这个在美国百老汇时期 有很多 他们有自己的那种方言 就是他们唱的 也是他们的方言 但是他们的方言 肯定不是我 就是俗语 他们在生活中 经常说的俏皮话 这个流行一时的话 就放在那个歌曲里面 这是本来美国的创作方式 只是就是 这不是一个我们大乡 想想投机的事 对 其实今天 不从那个创作规律 跟你俩聊了之后 我才 对 明白那个 包括你干什么男人 没有身旁 包括你咋不上天 之前我认为就是说 这样跟小伙伴说的 你写的歌词 就代表你的想法 你写的歌名 就代表你想火 对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 其实它非诸脱身 都是美国那套音乐剧的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完整的创作逻辑 对对对 就像我要写那个R&B的时候 我如果不写那个 那个 那个搂搂抱抱这那 对 那个歌它就不成立了 那个我演着就别扭 一定要写街头 一定要写贩毒 对对 我有几把枪 对对对 就要这样写 就那样了以后 它才成一套 对 这个才是对的 对 是没有办法 这么一聊之后 我觉得我们的任重道远 没有了 我觉得其实这么一聊以后 我就可能让很多的听众 真的能理解到你们 这可是我觉得是一个 你们应该付钱的部分 就是就希望某一天 就是能就不不不听 我们这一顿聊 他们能直接也能 就是这样 就是做音乐 不一定非要让人觉得 咱们厉害 可爱就可以了 干嘛非得厉害 是吧 他们并没有认同你 但是我觉得留恋的时候 对 我觉得你们以后的歌 可以丧一点 因为他没有那一面 但我有那面 我就被逼着放不出来 单飞啊 解散 今天我们就当场拆伙 好吗 有爱谁敢来 我天 你让他们俩当做组合去 我跟你走 留下来跟我录这台 留下赖 我帮你写上歌 我一点会写 歌我会写 我有很多很丧的歌 可以给你唱 哎呦 好了好了好了 那那个 为了防止 再聊一些 他们解散 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 就倒点 就赶紧倒点 准备收了 他眼神很坚定了 这些话我们天天 天天闹了 闹了 九年了 就没那么容易解散 因为你知道两个人合作 急了 两个人合作 你必须要 就是那个木桶 就像那个木桶 最最低的那个 决定了这个水 这个水有多高 对 就是 说得好 你说 你说说我的心声啊 跟你说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我还说 这音乐方面 我们合作是反 就是他的底线特别高 就是你得 我的底线比较低 那你得就是那个底线高的 你不能突破他的底线吗 那他的那个范围 也在我的这个范围 接受范围内 所以就只能取这个 合集 对 对 对 就特别反 非常反了口气 非常苍白 真的这个场面已经很尴尬了 我觉得 太好了 这是我要的效果 包括加不加电子 也有的这种 就是和别的风格的融合 也是跟他闹 无数遍 合成系的东西 是吗 对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没有了 可以了 可以了 你已经拿到 拆散我们 想要拆散我们的木桶 当然最后我要说 我要说一句 你们的音乐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听这种 因为我本身对 博萨诺话什么 就因为我就很喜欢 然后他特别不喜欢 对对对 我这样说 我能说句实话吗 我不太爱听 就这一张 因为我算 我就听不了这种 蹦蹦蹦跳 我听了就觉得 就觉得跟我没关系 他唱不到我心里 对对对对 对 你让我听草冬 我觉得说 操这个牛逼 不过草冬我也很喜欢 我也挺喜欢 像我们这种双子饿的人 就各种都喜欢 哎呦 你娘炮 好啊 对 没说完呢 还想说啊 我刚才就说 被你打断了 马上就要解散了 那也等我说完再解散 好吧好吧 对 我就说下一张 对 我觉得下一张 我是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两个层面 因为刚才杜凯说 你最近不是在听 那些老的东西吗 对 因为他已经很多年了 对对 因为刚才你说 你是两部 第一部就是完成一个 就是复制 对对 或者是一个中国版的 一个翻译 对 然后下一张 以我对你现在这么了解 觉得一个了解 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止步一次 对 不会加很多新的音乐 但还是散不起来 你放心吧 你还是不爱听 我刚有说第二部 是吧 对 第二部就是说 如果留恋还在你们的队里 是吧 那一定是杜凯做出一定妥协 然后音乐可以稍微散一点 也许哪怕一张 你有一首歌 能唱到我心里 这个 是考虑过的 丧 丧的丧是这样的 就是 我觉得聊不完了 好吧 分怎么丧法 分怎么丧法 就是那个 我们现在也在探讨 从这个 这种风格 白老会音乐风格里面 找到那种丧的方法 他人呢 就是多面的各种各样的情绪 但是 就是说 这个东西不能太平面化 不能太 就是 对 他丧起来可能也就丧到 类似于 Chicago里面那种 那种 就带点邪恶的东西 他还是一个戏剧化的丧 就是他不是 不是真的颓废 就是像那种草冬那种 那种丧 说到底的话 那是一种自怜的情绪比较多 所以有的时候是自怜 就是我 我难受 我特美 这种 这种情绪是 在那个白老会中 确实是比较少 因为在那个年代 还没有这种 还没有这种艺术的 这种美学 我就换句话说 是你自己没有这样的心情 我曾经也有 曾经也有 但是 就是当做这种音乐的时候 它确实很难兼容进去 对 你只是说 是一个接生度 这种音乐的节奏有旋律 对 你需要表达这种情绪 是很难融合在一起的 对 跟这种 就很别扭 就是 就是 就是难受着特美的劲 确实在 在那个年代 还不流行 这个劲 好了吧 好了吧 赶紧加微信 是吧 最后一首歌 最后一首歌 允许你们唱出自己的歌 这还真是 我要点一首 对 还点歌 给钱了吗 我最喜欢的 我最喜欢听秋别 你们那首歌 这是专辑里面最丧的一首歌 这是专辑里面最丧的一首歌 你了 一个心口不一的男人 说了半天 跳出来丧歌 不是 为什么 这个不是 本来是卖的歌 本来是我写给别人卖的 还要卖的 给别人写的 对 那我觉得市场上 还丧歌比较多吗 写尽量丧丧的 然后就这样 你只要多不容易卖 右手稍微丧点的歌 还是这么来的 然后卖卖卖 没卖了 然后留恋一看 啊 这个这么丧的歌 你怎么要卖 好歌 赶紧赶紧要回来 我们现在是 我们录音的时间是夏天 希望秋天就分别 来吧 来吧 我们听歌 来来来 我们这期节目 跟大家说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世界 这断了的思念 像坏了的高感想 怎么强求它两面同时熄灭 留给你几次机会返回 留给我几次机会了解 我已经认知已经 是你要死不该回 看笑到最后的人是谁 看笑到最后的人是谁 这是私自的专门 也是真实的 你说 rest Ma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